近来不时有报道说 中共当局已经开始策划在南海部分地区 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 引来相关各国的紧张 1月31号美国国务院对外声明 北京如果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 将被视为单方面的挑衅行为 使周边紧张局势将再度升温 太平洋美军司令洛克利尔今天表示 无论东海或南海 美国不接受任何改变现状的行为 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2月1号报道 北京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后 已经开始计划在南中国海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 新识别区将以西沙群岛为核心 并扩及周遭大部分海域 几乎覆盖整个南海上空 报道说 目前识别区草案已在空军制作完成 北京正在考虑确认识别区的范围 以及宣布的时机 中国已经公布了东海的防空识别区了 那么显然中国政府了 一定会制定南中国海那个防空识别区 因为这两个没什么区别 没有实际性的区别 去年11月23号 北京突然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并涵盖了中日争议极大的岛屿 钓鱼岛 中国已经引起了美国跟日本跟韩国外交上的很大的反弹 美国就是继续了派飞机在那个地区了 根本就不理睬中国所设置的防空识别区 那么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 中国还一定会考虑到在南中国海应当缓行 1月31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北京在南中国海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 美国将认为这是单方面的挑衅行为 哈夫警告 这将会令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 并让人质疑 北京是否真的致力于以外交手段 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莫伦也表态说 美国绝不承认这种单方面的防空识别区 国际压力下 2月1号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洪伟对外宣称 南海防空识别区问题 是日本又以势力在所谓炒作 谣言获重 中国为什么要公开否认呢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中国它没有这个意图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实际上有这个意图和计划 但是在美国的警告之下 它就收回了这个计划 2月5号 太平洋美军司令洛克利尔公开表示 无论东海或南海 美国不接受任何改变现状的行为 呼吁南海各国透过外交手段 解决领土争议 新长人电视常春 李谦 陈建民采访报道